大家好 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频道每天为您带来最新最有趣的娱乐新闻 喜欢请点击订阅 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杜海涛的豪宅 谢娜的豪宅 何炯的豪宅 都是快乐家族 这差距也太大了 杜海涛现在和沈梦辰的恋情也是相当稳定 希望能尽快地传出好消息 杜海涛本来家里就有钱 加上这两年捞金很多 生活中又有自己的店面和公司 所以杜海涛的资金是不少的 看杜海涛的房子就知道价值不菲了 但是为什么这个朋友那么像王迅 谢娜现在生完孩子了又出现在湖南温室的舞台上了 谢娜可是相当豪迈的一个人 在生活中也是 看谢娜和张杰两个人就吃这么一大桌子菜 真的是很豪啊 我觉得肯定吃不了呀 证明了这两口子这几年算是赚得金银满波了 何炯是湖南卫视的著名主持人 在湖南卫视多档综艺节目中都担任主持 何炯现在可是相当大牌了 看何炯的房子就知道 何炯现在的年薪可不少啊 话说何炯主持节目真的是很厉害 双商都高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快本主持人的豪宅 最好当属海涛 三套豪宅风格各异 真羡慕 快本主持人的豪宅 最好当属海涛 三套豪宅风格各异 真羡慕 陪伴我们二十多年的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 承载着几代人的欢乐 快本的主持人们也从最初的青色逐渐变得成熟 专业 迷人 虽然他们都是比较有知名度的主持人 但是私下的生活还是蛮低调的 特别是他们的家都非常的简单干净 看起来和我们大多数人的家都差不多 不过其中海涛的家绝对算是个例外 因为海涛除了是主持人以外 还是商人 他自己创办的餐饮事业如今是红红火火的 他也因此成了五个人当中最豪的一位 光豪宅就有三套 而且风格各异让人羡慕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快本主持人们的豪宅都长什么样吧 首先第一位当然是何炯老师的家了 何老师的家非常简单 超大的空间客厅和餐厅区域划分明确 大面积的留白墙面 没有任何的装饰 如果不说还以为是临时租住的房子呢 厨房风格也是干净整洁的极简风 谢娜家也比较简单 金门玄关有一个宽敞的空间 黑色玄关柜看起来还蛮时尚的 不过客厅面积和空间绝对算不上奢华 只是比我们普通人家略大一些而已 电视目测能有40多寸 屋主灯的薄吊顶设计 缓解了层高低的缺陷 餐厅和厨房挨着 餐出一体的空间 开放式设计还蛮宽敞的 最干净舒适的还要当属维家的家 维家的家里装修风格不张扬 但是也不过于简陋 比较清晰 黑色玻璃面茶几 白色布衣沙发 进门玄关是五把手设计的玄关柜 最大亮点应该就是灯带的设计了吧 有了灯带的加入 让玄关空间看起来更加精致些 穿过玄关就是客厅和餐厅 我发现这几位主持人家里的格局 都还蛮像的呢 难道是台里统一标配的房子吗 维家家的客厅空间比较宽敞 但是同样没有过多的装饰物 大白墙当作透影屏幕 不用的时候就是一面白墙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衣帽间还带化妆间功能 看样子维家一直都和妈妈在一起生活 真让人羡慕 最乱的还要当属无心的家了 众所周知无心超喜欢凯蒂猫 所以家里随处可见凯蒂猫的图案和玩偶 就连冰箱都贴着凯蒂猫的造型 不过无心家的冰箱绝对是一个奇葩的存在 因为里面鲜少有吃的 大多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物品 比如面膜护肤品和保健品等等 衣帽间更加凌乱 衣服抬高平时要用合梯才能拿得到 地上还有凌乱的鞋盒子和衣服架 卫生间就更乱了 衣服随处堆积和护肤品化妆品堆在一起 简直超级无敌乱 客厅简直就是儿童乐园 超多的毛绒玩具摆在地中间 沙发上也随处可见玩偶 沙发旁边还有专门摆放玩具的玻璃柜 不过吴新家的装修风格虽然也很简单 但是颜色要比何炯老师和谢娜家的色调舒适一些 比较有活力 干净清爽 还很温馨的色调 宽敞的大卧室舒适又高级 真让人羡慕 不过要说身价最高的 小编觉得还要当属海涛了 因为在节目中 海涛曾经多次晒出自己的家 而且每次都不一样 在女儿们的恋爱中 海涛的家一进屋右手边就是玄关柜 但是玄关柜被晾衣架占据了领地 一进门就显得有点乱乱的 家里还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鞋盒子 都知道海涛喜欢收集鞋子 但是鞋盒摆满客厅还是头一次见 不仅如此 墙边上还能看到许多未拆封的快递箱 限量版的玩偶摆满全屋子 超大无矿电视清晰度极高 虽然家里比较凌乱 但是可以看出乱中有序 并且家具和一些小摆件都非常高级可爱 厨房面积不大 在客厅和餐厅的后面 用玻璃推拉门做隔断 整体看 海涛家还算是蛮温馨的 就像邻家大男孩的房间一样 东西的确很多 但是堆放的还算整齐 没有影响动线路径和通道的顺畅度 它在长沙大家就比较另类嘻哈了 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右手边有一个内嵌式的玄关柜 进了门转身就是餐厅 餐厅客厅一体式空间 面积应该和无心家差不多大 但是餐厅墙壁设计非常另类 比较动漫的感觉 深色窗帘 还有木桶造型的餐椅 一切都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 第三套豪宅 就是海涛的原始家庭了 这套房子不知道是后来换的房子 还是原来海涛就生活在这里 总之可以用豪华来形容了 是一栋独栋的小别墅 厨房空间超级大 中间还摆放了一张超长的大桌子 海涛妈妈平时很喜欢在网上晒厨艺 这里也算得上是她的业余工作室了 不仅房子大 还有一处私处花园 被海涛妈妈改成一半花园 一半菜园的区域 渡海涛晒豪宅不愧是隐形富豪 与沈蒙晨看来要好事将近 我们在社交软件上经常会看到 渡海涛晒一些生活中的状态 而且渡妈妈也会晒这些美食 家中豪宅也被很多网友发出 相信大家与我一样非常好奇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 渡海涛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吧 辉克区 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很多明星都会在家中暴坐直播 由此家中豪宅也被爆出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渡海涛家中的会客厅 整体空间面积不大 但是布置得很是温馨 不少网友都说渡海涛不愧是隐形富豪 电视后选用了开放式柜子进行设计 可以摆放一些物品与摆件 很适有创意 地面选用了地毯设计 整体空间看上去也变得比较有层次 会客厅中间还有健身器材 平时看看电视 健身减肥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厨房 我们在很多社交软件上 可以看到渡海涛妈妈的视频 渡妈平时会制作一些好吃美食 与大家一起分享 家中厨房选用了石木橱柜进行设计 很是纯朴精致 厨房中各种物品样样具备 客厅 渡海涛家中客厅看上去不得不说 也太接地气 而且整体设计还会有一些老旧 墙面选用了非常的硬化 进行设计很复古 餐厅 餐厅看上去也非常简单 选用圆形餐桌 有种饭店的感觉 餐衣选用了古风 有种不一样的元素搭配 很是古老 不得不说 这样的搭配很是吸引人 衣帽间喜欢杜海涛的朋友都知道 他平时非常喜欢收集各种巢鞋与运动鞋 家中有一整件屋子里都是他的鞋子 琳琅满目 这给我们穿半年都穿不过来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 参观完杜海涛的家后 不得不说 很接地气的同时也很好 希望杜海涛以后与沈梦辰生活可以幸福 感谢观看